其實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改變 因為其實我覺得 其實我自己覺得結了婚和沒結婚都是一樣 因為其實一個家庭都要你兩個人去經營 那只不過是可能我會多了時間在家 那就可能照顧多些家裡的東西 例如買菜、有空煮東西 然後就可能佈置一下家裡的花、草、擺設 這些比較多 其實在做一個藝術之前 我會覺得做什麼都不會有人理你 你會很開心,你想做什麼 而且我是一個很喜歡很放鬆的人 但是到了你後來發現你不可以 很多事情在公寵場下去做 那當你談談相關的時候 人數會很在心理你 你你們一樣ає不 nudiblique 愛情好不好 你會對他怎樣賜不夠 很多事 那我自己也會覺得 對啊 其實那時候也有想過 如果我跟這一個人有將來 或者是結婚的 其实我觉得我公开了我的爱情没问题 因为我觉得任何一个人 女生也好男生也好 都会拍拖的 都会恋爱的 我觉得很正常 一个正常人都会的 我是一个正常人 当然会拍拖 我觉得挺好 没什么压力 不要令自己在一个有压力的情况下结婚 不要因为结婚而去结婚 不要说因为想要小朋友所以要结婚 或者不要因为我跟他拍了七八年了 我要结婚才去结婚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你觉得我是很爱这个人 我会和这个人很长时间很开心 我都会令到他很开心 他开心就会令到我开心 这样的情况下你才会想结婚 因为我的人比较简单 而且比较自由 所以我喜欢是很自然发生的 所以我之前就摸了一张纸 现在又有一张纸 那你为了一张纸 可以付出很多赞心 跟着有爱 跟着有去关注很多 可能你以前不是很关注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分别很大 会发生的东西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